制作人组 这是很帅对不对 因为我昨天看了 我感觉没有 我年纪的时候还不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有非常精彩的一些很有才华的一些年轻人 不断的希望能够留在他们自己的熟悉的地方 讲他们想说的故事 我最喜欢这个就是 你看到以后那个世界 比你没有看以前更漂亮的 做电影的时候觉得好像是一个 呃 没有什么目的的一个军人 只是存活 还有跟我的同伴们 在航空里面作战夺子弹 我觉得几乎是像一种信仰一样 是我的宿命 我见到八四导演是在1994年 这是八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台湾 我就觉得我的电影的世界就改变了 在那一刻改变了 也许你在今晚一站里面看电影的时候 能够遇到这么一步 让你对人对这个世界 或对电影的看法 可能完全改观了 我觉得那会是一件非常幸福 非常幸运的事情 好 这些鬼状况 都不想干了 都不想干了 对 这些鬼状况 是有的